各位貴賓們 抱歉 因為我的腳懸前一個禮拜 騙哥哥掏刑 家裡跌倒 輸給低薪眼地 所以我等一下可能要做個提示 謝謝 我們接下來的主題是 能源市場自由化與綠色稅值 放在最艱難的時段 已經預告我們這個議題 真的是整個能源議題裡面最艱難的議題 那這個主題 事實上關乎著我們國家的 國家領導人的政治意志 那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關乎著能源自由化的頁面 在立法院已經來來回回二十年 為什麼我說來來回回 那每一屆立委四年的任期 都是補到特別結束 然後最後呢 都那個 那個 電業法 都沒有辦法完成 然後就借寫不連續 又退回去 那我們現在也是喔 電業法現在還在經濟部喔 被行政院退回去 經濟部現在是在扭 然後還沒送到院會 那我們今天已經是這個會期最後一天了 這個意思呢 我們下個會期 或許會從行政院送到立法院 然後送到立法院呢 這個如果有些人被排進去 開始巡納 巡納完 開始組條 那我可以遇見 到了今年年底化結束的時候 借起扶寧區域 有個區域喔 那這個就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呢 那因為我們台灣有一個 天下第一的托拉斯台電公司 電業法事實上 在整個行政體系裡面 其實是台電在掌控喔 那我記得 徐天才委員曾經質詢過 當時的經濟部部長 他說電業法 集法社民館也說 我要當立某台電公司 這樣啦 這樣啦 綠色稅子沒關係 還可以單腳沾一下 那綠色稅子呢更慘喔 綠色稅子是馬總統的政見 能源稅嘛 說到這個 我跟陳明珍委員真的是 我如果要說到底 把他就撥回你喔 能源稅呢 上次陳明珍委員上一屆 非常認真在推 聯署的委員過半 藍綠綠園都有 哇前途一片光明 結果呢切勢不連續 然後陳明珍委員 這一屆也不是委員 所以他就把這個 我綠色財任上一屆 然後把綠色財任交給我喔 那就能源稅 那就變成我這個提案喔 結果呢 等著馬英九總統四年 能源稅法沒有送進立法院 那這個工商總會呢 我動不動就把我 壓出來賣一頓喔 說這田糕琴的能源稅法 怎麼樣怎麼樣 妨礙工商發展 不知我去找 我這次我不要送 我說你也做總統 那時候是比較要送來 阿哈也很沉得住氣耶 到現在已經 這個 只剩兩個會期 然後 文風完全不動 什麼 連樓梯小都沒有 那所以呢 我們的這個能源稅 這個老實講 也非常的困難 那綠色稅枝呢 事實上當然不止能源稅 那我們以下 我們首先就歡迎 我們中華經濟研究院的研究員 王精明研究員 謝謝 各位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受邀 有前委員 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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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都當過立法 還有現在都當過立法委員 對我們國家的這個制度面的這個情形 非常了解 當然有到處的心酸 不管是綠色稅枝也好 或者是能源法 包括這些天然氣事業法 電力事業法的自由開放 都已經面臨很大的平靜 很難推動 那我們不管怎麼樣 作為一個學者來看 究竟這個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今天這個題目非常好 它是我們經濟學院裡面 談到的 那個所謂的市民 市場市民的問題 我們國家的能源政策 有三個很大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 講到的market value 就是市場它已經不能作用 因為我們的市場 它不能作用 主要來自於三大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 這是資訊的對稱的不完全 這個東西我們不覺得不談 另外兩大因素 一個是市場 這個商品在生產跟消費的過程裡面 產生了很多的外部性 比如說污染 像石油圖 像其他的 剛才剛才說 剛才是風力或者是低熱 一些東西都有外部的污染 這些污染 這些污染並沒有被納入 生產跟消費的成本基加 那政府私林的話 就是在制度面 我們講這個政府 倒不一定是執政黨 或者是反對的 它是個government 以這個制度方面私林 我們有一個獨立透明客觀的 一個所謂的管制單位 所以在能源事業的經營方面 就變成沒有效率 沒有效率 而且很多的外部性也沒有辦法管理 市場的公平競爭也沒有辦法管理 第三個就是我們所謂的學者私林 那學者私林的話 主要也是我們國家的制度 我們國家的制度 很多的學者沒有時間去做為一個獨立的 深層的主動的使用者 他也沒有辦法去訓練學生 朝向的一種獨立使用方向去發展 那後面的那個最大的障礙 就在公共工程程度 因為我們所有的企劃 包括國會的企劃 都透過了這種所謂的制度性的障礙 變成一種capitive 學者變成制度下的俘虜 你每天忙著就是做這些政府的計劃 那政府也變成制度性的活動 他必須仰賴所謂的制度 去給他提供這些時裝 然而我們不管政府換了藍的或者是綠的 在做這些政策的這些公務員 還是這一批 那這一批人的層次夠不夠 能夠做國家的政策 能源政策的白皮疏困難也很能夠 因為他們的格局不夠大 格局不夠遠 所以不管換了怎麼樣的政府做決策 還是這一批人員覺得也好 或者說這些公務廣告書 他們都在那邊 所以我們的制度不更改 這個東西也沒有辦法 那當大學教授跟學生也很難 可以訓練出一個新的思考的方式 台灣的能源司令我們剛剛談到了一個外戶性的 沒有稅費 然後市場是壟斷跟抵贈 這都是蠻好的 那消費者就變成價格的接受者 也沒有辦法選擇 所以我們要打破第一個司令就是市場的支 市場的司令外戶性要有稅費 要把這些污染納入它的生產消費的過程 那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剛剛談到 如果說化石能源能夠把這些externity放到它的生產跟消費的價格裡面的話 再生能源就很快能夠進入我們的能源的系統 但是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這個制度萬一你設計不當 你施行下去的時候 那個能源的價格是會上漲的 那人民的生活感受就會很痛 所以你在設計這個制度的時候 你一定要小心的設計 讓這個制度施行下去 大多數人是much better 是受益的 而不是說 因為我這個制度一施行下去以後 物價普遍上漲 然後窮人更窮 有錢的人就更enjoy它的life 所以你的制度要設計很健全 那怎麼樣設計一個健全的綠稅的制度 我們就是要保證這個制度施行下去 要有四重紅利 第一重紅利 經濟繼續成長 第二重紅利 環境可以改良 可以改善 第三層的話 就是說財政可以永續 你可以拿到稅收 而不是說喊了一個口號 像這首歌一樣 你領域馬上都拿不到 然後大家就嚇到 所以第四個就是做到社會公平 讓弱勢的 能夠太能負擔的 你可以把它負擔 讓那些比這能源的大用戶 他一定要負擔你的多 所以好的綠稅制度的設計 會達到這四重紅利 你如果設計不好的話 那什麼紅利都拿不到 而且你會留掉證據 好 我們講 人員稅也好 環境稅也好 基本上都是綠稅的一種 那 比較好的方式是 做做看稅的方式 有一個不同的稅期 可以來抽稅 當然 資源稅也算是人員稅的一種 我這邊因為時間很有限 15分鐘就去講完 所以就跳過去不講 基本上綠色稅 這是一個無法策略 值得去推動 它可以帶動我剛講過的 是從紅利 是從紅利 可以增加我們的工作優因 跟投資的優因 但是你要矯正它累退的效果 因為能源的支出佔 中下階級 它的生活的支出 是很大一部分 所以 重要的不是你怎麼收 收當然是要公平 按照你的污染量 但是你怎麼用是更重要 你稅收的收入怎麼用 絕對不能拿來再補貼獎勵 所謂的污染大用 你要拿來做什麼 來降低所得稅 降低誰的所得稅 中下階層的所得稅 降低公司的品業所得稅 然後去補貼什麼 補貼這種節能簡單的 大眾公共共產運輸的 這種系統 你這樣子就可以做到 是從紅利 你如果就把這些錢 像德國跟日本一樣 拿去補貼出口的污染大用戶 沒有所謂的是從紅利 好我們現在談第二個市場視頻 壟斷跟土戰 台灣的能源市場 都是壟斷的 跟土戰 石油業大家說 已經自由化其實也是沒有自由化 那就是中油跟台塑 兩家怎麼算是自由化 你還是沒得選 那為什麼我們要自由化 因為我們經濟學的訓練 告訴我們 一個自由的市場 它可以帶來生產 用最低成本的方式去生產 它的資源的配置 是會選擇最佳的配置 就是會在該蓋的地方去蓋電廠 會選擇 該用的能源種類去建電廠 市場會告訴你 或是決策者告訴你 然後投資 投資就是將來要蓋什麼樣的電廠 電源的開發 電網的破建 也都是透過市場的資訊 可以導震 同時 市場取代了政府的規劃能 規劃的那個成本 你不要再設什麼電價公司 就是市場的供給跟需求來決定價格 而不是一個電價公司 搭乘超販店 最後只是反應成本 然後成本不斷擴張 價格就不斷上漲 市場它的價格會漲到一邊邊 所以透過競爭市場的設計 可以把這個價格的資訊 從生產者一直傳到用戶 用戶有這個價格資訊的導引 你才會有節約能源 那節約能源的這些產業 Exco公司 也才有利基 得以永續生存 要不然的話 全部都是靠政府進行 那樣是不能永續的 而且在市場的經濟之下 你的電力的商品 才會多元化 它的技術也會創新 它的服務也會加值 也會創新 這在傳統的規劃式的經濟 或者是壟斷獨單的經濟 電力公司是不會想這些東西的 所以我們講能源市場的自由化 怎麼自由化 通常我們講一個市場 第一 有批發市場跟零售市場 那批發市場的話 它就是上流大眾的買賣 零售市場就是一般中小用戶 我們出門的物件市場 你一定碰到 那就是怎麼樣設計 這個批發跟零售市場 讓它自由的 所謂competitive 有完全的競爭 有完全的競爭 盡量接近完全競爭的形態 那我們現在看看台灣的天然氣的事業 天然氣其實也沒有什麼事業 它就是中國的一個部 還不是一個公司呢 你怎麼管 根本也管也管不到 它是一條邊 就是從上面進口 到下面到地方配器公司 然後到你家的天然氣 或者其同裝 等等 這些東西完全都是一個 壟斷跟獨佔的事業 甚至怕台面 是我國最大的一個用戶 弄掉幾乎三分之二的天然氣 它都還要跟中油 看中油定的價格 所以說不合理 當然不合理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 讓天然氣事業自由化呢 很簡單 就是把天然氣的輸儲運設備 設為公共載具 像高速公路一樣 大家租用它的這些設備 然後開放進口 開放零售的買賣 那它只能收起波路費 那這種方式的話 就是全世界天然氣事業自由化的一種方式 我們稱這為天然氣帶輸的模式 那這樣的話 就是說要被天然氣事業衝突裁 我們先把它從中油拆出來 然後再把它上中下油給切開 然後把它輸儲運的設備 當作是一個公共產業的方式 來那個 然後要有一個獨立的管制機構 來管制它的波路費 大概就是這種方式 那現在講電業 電業的自由化 其實跟天然氣事業 有某種程度的雷同 當然電力它其實到 電力的網路 技術上比較複雜 因為它還是受到安全跟調度 更及時的平衡 然後電又不能儲存 天然氣可以儲 你有七少可以儲 但是電沒有辦法 儲存設備現在的科技 只能儲幾個Megaw 量很小 所以我們說電業自由化 它的外負性 市場我剛講過市場是失靈的 老一般市場如果你有外負性 它就會市場設定 所以我們在規劃電業自由化的時候 主要是克服它的壟斷那一部分 至於那個外負性的污染 我們還是要在這個市場規劃的時候 另外搭配配套的措施 不管是所謂的混購電價 或者是所謂的RPS 我們稱之為在世能源義務的制度 Credit買賣 探權買賣這種制度 你還是要搭配電力市場的 那另外就是民營化 是不是自由化的議題 嚴格來說不是的 因為你看北歐的電力池市場 他們都沒有民營化 因為公營有很多種形式 你可以是地方合作社 你可以是鄉鎮為基礎 你可以是縣市為基礎 甚至是國營等等 它主要是在於效應的提升 那要不要把它全部變成財團化 那是另外一個議題 當然財團化的話 它可以降低成本 但是如果說我們一個國家 沒有獨立管制機構的話 按照管制學的 管制經學的那個派頭 放股他們的心過世 他寫出一個說 如果一個國家沒有獨立的管制制度 你要進行民營化 來做電力自由化的政策的話 會發生高度探索的現象 這是我們要值得警惕 好 那電力產業結構 我們說怎麼樣來自由化 因為時間真的是很有限 我沒有辦法細說 因為這是牽涉到很多技術性的問題 我們目前是全國壟斷的方式 那全國壟斷的方式 像日本的話 它是分區壟斷 全國有十大電力公司 然後發輸配售都是一家公司 所以在那個區域執行壟斷 那我們國家的話就是台灣 就是一個區域 所以是屬於模 過去是屬於模式一 但是後來開放的IPP 一二三階段以後 我們就屬於模式二 成為單一買房的股市 台電它作為單一買房 作為我們小費者的agent 去買這九家民營店業的店 那經濟庫版 它的電源房 它的電源是由它的願景 就是說我開放一些大用戶 我開放一些大用戶 讓這些大用戶 跟著九家民營店長也好 或者說新興進來的IPP 獨立的民營發電業 可以去簽購收電合約 所謂開放用戶的購電 那這種方式我們稱為 單一買房的變形 基本上它有有限的競爭 但自由化的競爭還是很暈 比較好的方式是開放批發競爭 有標誌公司 或者是書店公司 成立交易平台 來管理這個市場 就是電力現貨的交易市場 來管理這個所謂的電力買賣 所有的發電業者 站在一個公平的立場上 當然戰車能源除外 因為戰車能源需要保護 需要配置服 所有的化石能源的電廠 要公平的去競爭競價上路 那在買方的部分 就是如果說你把電網公司 把台電拆成很多很多的配電公司 或者營業去出的售電公司的話 那這樣的話就買方跟賣方 透過這個所謂的市場平台的交易 來進行所謂的批發競爭的進行 民進黨版的現在的電業法修正案 比較類似於批發競爭的模式 那我認為你這成熟的模式在國外 就是不只是批發大量的電力的市場要開放 你在零售端 用戶這一端也應該開放 我們稱之為零售競爭 當然零售競爭的健全以後 它建立在批發市場已經開放了 所以換句話說 你零售競爭要做得好 你批發競爭長就已經做得很成熟了 那零售競爭開放的話就是說 你讓用戶它有全部的構建取得權 我可以選擇任何的電力公司 任何不同形式的電力商品 包括灰色的電 綠色的電 或者高品質的電 但是也要透過市場 它會有不同的價格性 這就是我們稱之為零售競爭 當然有很多配法的措施 包括智慧電表 AMI等等這些基礎設施 都應該要有 那目前我們講經濟鋪板的 所謂的電業自由化的規劃 它是把台電拆成三份 一份發電公司 另外它稱之為電網兼售電業 就是中間那一部分 那其他的地方就是開放大用戶 然後後面它就不提了 所以目前的方式是這樣 那另外又成立一個ISO 所謂的獨立雕塑中心 那這個東西就有點混淆 我只覺得 你要嘛就是那個電力網頁 可以不要兼售電 那它就變成一個風光產局 它就容易管制很管理 但是目前它又允許它去兼售電 就有困難了 那另外還成立一個ISO 卻不管市場 就是在它的製作設計上 是有些那個看得到的缺陷跟弱點 那我們國家現在的電力市場結構 是這種情形 我比較快超過去 那經濟部板它就說到 它要成立一個電源管制機構 它所謂的獨立的 但是是在經濟部下面 那在經濟部下面 就不太可能會變成一個獨立的機構 這邊我會看到 不過它既然已經提出來了 立法委員可以來討論 來那個 是不是看看怎麼樣 讓它的組成或者是ISO的方式 變成比較獨立 那電力網頁的部分 它因為可以兼營收電業 所以變成你獨佔的部分 電力網頁是自然規模獨佔 那你自然規模獨佔 你又去兼營一個有競爭性的產業 那這樣的話 其他的新的收電業 或者是能源服務公司 就很難立足 它沒辦法跟你競爭 所以我們是認為 它不應該兼營收電業 不應該兼營收電業 如果要讓它的這個制度可行的話 那民進黨版的話 並沒有成立所謂的 獨立電業管制機構 它會成立兩個任務型的編組 一個是電價跟貝利審議小組 另外一個是電力高度兼營 跟電業調組的委員會 那我是認為這個位階更低了 應該把它提升到獨立跟電業管制機構 那把台電的拆分 拆分變成輸電業 跟區域性的電業 就是配售電業 那這個是 比經濟過板的有進一步 有進一步 因為它可以創造 比較競爭性的批發市場 那電力調度中心 在民進黨的版本裡面 是有管電力教育 這是對的 因為即時的調度跟教育 必須要如何 好 獨立的管制機構 它的任務就是要維持 將來這個市場的 公平競爭的次序 還有它的費率 就是管制那一部分的負率 電力的輸電跟培電 以及電力供需的安全 跟服務的品質 跟標準的製品 還有消費者弱勢的保護 那 我們是建議 建議就是說 既然要獨立 你行政組織法又把它講死了 所以很難成立二級的獨立管制機構 已經沒有那個碰間 除非你去修改這個行政組織法 那如果不能修改 一定要在這個框架之下的話 我們認為可以讓它做到獨立的話 最好的方式是放在NCC下面 去管所有的網路的事 包括石油水電力天然氣油 國政電信鐵路工 供應捷運這些費 那如果不行的話 也可以考慮 是不是放在監察院 或者是公平會之內 這樣子他們的獨立的威力 就會比較高 而不是放在經濟部下 這邊是對經濟部版 跟民進黨版的一些改良的建議 基本上我認為這兩個版都是可行 但是經濟部的版是比這 我剛剛講單一買方 比這缺乏競爭 民進黨的版 比這多一點競爭 但是距離那個可競爭和充分的模式 還有很長一段距離 那這邊是一些建議 時間有限我就不講 最後我的結論就是說 改革是很困難的 剛剛陳陸前委員講說 我們已經二十多年了 推不動了 就是推不動 沒有辦法 因為經濟利益在那邊有一個大的障礙 那你要把它推動 很困難 因為我們講的改革不是請客吃飯 它是要把這個利益提升好 然後讓大多數人的受益 可是大家可以想見 那個利益一定是集中在少數 那集中在少數的話 你怎麼辦 這是很困難的 所以制度的設計要周全 那配套措施要兼貨 自由化下 消費者用電權益最佳的寡富 就是把這個市場自由化做成功 你做不成功就跟那個判稅也好 或者能源稅也好 就變成一種惡稅 所以制度的規劃是非常重要 最後結論就是 市場自由化的制度改革很重要 但是要符合國情也不能完全抄襲國外 那政府管制機關獨立成立以後 它追求的是被管制者的績效 以及我們全民股指的提升助力 最後最後就是我們作為一個學者 以及我們所教育的學生 一定要讓他們是一個 而是一個人所教育的 合理理性的思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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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著我們請王圖發老師 這個老師 他是我們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的 學術委員的召集的 也是台北大學經濟學系的 退休的教授 那也是他之前在立法院主推 這個在政人方的條例 以及非常多重要的經濟方案 那這個 謝謝王老師 拜 謝謝 謝謝 天委 謝謝 剛剛王經兵 這個 研究員 為什麼 我們請這個 靖民兄來 這個 談 這個 能源市場自由化與理智稅制 坦白講 大家都很擔心 有一個就是 現在 就是他剛剛講的這個學者 都是仰賴這個政府的這個計畫 所以 他們的這個 講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其實它是我 我自己認為 少數 非常少數的 這一個 接受 其實是接受政府的這個委託研究計畫 但是 學術良心 還沒有泯媚的學者 極少數的學者可以 OK 好 那 我就來談一下這一個 台灣電力市場自由化 知道到底要怎麼自由化 其實早上 我已經 把我們 這一個 非核永續能源政策 這一個構想 提出來 那麼這裡面 這一部分 是前面就講過了 我就不再提 那麼 在那裡面 我們提到就是說 我們 這個 非核家園 是 朝衛的共識 它已經 在這個環境基本法裡面 就已經零定了 然後 我們也看到 台灣的這一個 再生能源 印象量非常豐富 都 具有開發的這個錢 那現在國際的這個潮流 前面我們講的 這一個 聯合國的 這一個 所謂 人人 有序能源 這一個十年的 那個宣誓出來 就是要 讓它 去 推動 這個 積極的利用 再生能源 那 為什麼 我們台灣會做不當 為什麼做不當 我們談這一個 非核家園 可是我們曉得 如果核數 讓它運轉 這個非核家園 是寥寥無恥 那麼 下個禮拜 要談的 全國能源會議 以前 其實就是 11號想要讓 核一核核核三場再嚴厲 所以 談 非核家 會 講假的 為什麼沒有辦法 露實很簡單 我說 基本上就是能源政策的問題 能源室內獨佔與壟斷的問題 那麼 這一部分 其實 這一個 之前 有很多專家也提了 這個風能 至少我們有 5G的 潛能 那麼太陽能 我看 我看這個 事實上就是 這一次全國能源會議的 那個資料裡面也提到 我們屋頂型呢 可以到3GW 那麼地面型呢 可以3GW 這個 這個其實 都是 至少 可以拿那麼多 那麼地熱可以有7GW 它可以全天穩定的 這一個發電 那海洋裡這裡面 其實都非常多 當然這裡面有很多 就是講 它牽涉到這個 成本的這一個問題 但是 事實上 國際上的這一個發展 都可以看出來 真的沒有說 它會比核裡來的貴 核種田裡那個也都是 變造出來的 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說 這一些問題 你再看說我們到去 2013年 風力發電 太陽能發電 大概分別只剩 0.65% 0.13% 合起來是不到1% 之前的 前面的 這一個 這一個 主題 大家已經了解了 什麼國際上的 這種平均的 百分之 4以上 甚至更高 那 這樣的 這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 那個問題在哪裡 為什麼 台灣 這麼不堪 那我們說 其實就是因為 這個政府 是獨中 合理 那麼 電力事業是被 壟斷了 那 早上其實我已經講過了 這一部分 我就不再談 這一部分 其實你要讓一個 一個 虧損的公司 然後 又是電力供給 過剩 已經是過剩了 因為我 備用容量已經是 超過那麼多了 那 在現在的制度之下 你還要去發的 再生能源 但是這些再生能源 發的電 一定要賣給台電啊 台電要多花錢來 跟你買 他賣出去又沒有增加 他 跟你買 這一些電 他自己的一些電廠 就要在 關在那邊養蚊子 所以 只會增加他的 虧損嘛 所以這一些問題 如果不解決 那 我說 我們再好的 能源政策 都不可能 去落實 那個是 絕對是 沒有辦法的 那 那麼 所以呢 問題就是 就是 你非得要 電力自由化不行 當然 我剛剛前面 這一個 我跟六人講的 不管是天然氣 或者這個石油 這個都是應該要 要 自由化 但是整個 這個 比較影響更大的 其實建立 所以 我是 專門針對 這個電力市場 來參 那怎麼自由化 當然 你要自由化 這個方式會有很多 那 我們就說 那你 學習國際上的一些趨勢 所以 我們希望說 接近國際上 成功的那個經驗 那我們去看 發現 其實 做了比較好的 特別是 德國 所以我們 把德國的 這個經驗 拿來看看 德國其實從 1998年 就開始實施 這一個電力市場 自由化政策 那麼 他們強調的是什麼 就是消費者 跟電力公司 應在利益平等的 這個地位 說 要讓這個電力市場 不會被少數 A者壟斷 因為之前 在能源 在新能源政策之前 或者說 他們這一個 電力市場 改革之前 幾乎都是 壟斷的 都有少數 幾家 這一個 業者壟斷 那 所以 他們就特別強調 這一個 消費者 跟電力公司 去平衡的 這一個地位 然後 消費者可以 自由選擇電力公司 這個就是 一般講 這一個 這個 所謂 自由選過的 這一個 權利 那 他們基本上 可以 向任何一家電力公司 去買電 而且呢 是要買 他是哪一種 發電的 你是再生能源發電的 你會多花一點錢 這個所謂 這一個 綠色電價 靠一點 都沒有關係 因為它行業 所以 到目前為止 德國大概 他們的這一個 這一個 天價 過百 這個 combination 有三百多種 你可以選擇 向哪一家公司去 然後 他們政府就推動 發電 輸電 獨立的 這一個政策 防止舊有的 這一個 獨佔 這一個 輸電網 而且設立一個 管理輸電網的 這一個機關 那麼 避免 讓這個 新加入的小型電力公司 處理類似 第一位 因為 從1990年代 其實這一個電力 大概 多數往 這一個小型分散的 這一個方式去發展 而不是集中的 這一個 大型的 這一個電力 那 另外是這樣 所以 讓它真正能夠 這個就是 剛剛這個 黃耀教授講的 不只是批發 零塑 這個都是 等於是可以 完全競爭 那麼 新內地 就加入 公平競爭 所以 他們的再生能源發展 就非常快 而且他們讓 再生能源 能源 可以優先上華 的這個權益 這個 這個都是 在他們 改革的過程裡面 非常重要的 那麼 在2011年 再生能源發展比例 就已經達到 20% 這本來 他們定的目標 是在2020年 要達到的 那2011年 就達到 這個目標 就達到 這個目標 所以呢 他們在 這個 日本福島 河南之後 這個 宣布 這個 要在 2020年 之前 2022年 之前 全面會 他們認為這個 沒有問題 那麼 德國的 核能倫理委員會 認為說 道德應優先 與技術 與經濟 沒有辦法去控制 核能技術的 所以 你不管說 它 有再高的經濟效益 但是 一旦發生了 這個 核災 這個是沒有辦法去控制的 而且他們認為 這個核威料 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 最後結局是廢的 那麼 他們在 2012年 新制定的 這個 再生能源法 更 設定 再生能源的 這一個 發展比例的下限 我們現在的 能力是把 那一個 本來在 意外通過的 再生能源 那個 發展條例 是說 怕這個政府 這一個 帶動 所以要他們去 規劃 逐年的 這一個發展 這一個 這一個 再生能源的 這個比例 本來是 當下限的 結果 我們現在是拿來 當上限 然後又一直去 去競標 那個是 最大的問題 德國你可以看 他們的這一個 這個 規定是下限 在2020年 是35% 然後 30年 也是50% 到2050年 要達到80% 那 你可以看 這一個 呃 之前 那個 那個 林理事長 就有提到 他們在這個 2010年 安裝 7.4低高 2011年7.5 2012年7.6 這個創紀錄 到 2013年底 他們整個 這一個 裝飾容量 是36 再大一點 超過風力的 這一個 裝飾容量 那麼 呃 這裡面啊 呃 說他們 呃 我們國內的一些 永和的 這一些學子 就是說 哎 這個 因為他們這一個 廢核啊 然後 他們店不夠啊 所以他們店家要漲啊 他們要進口啊 這一張 這個是他們得口的資料 告訴我們 是什麼 從2003年以後 他們是進出口 2013年的出口啊 更是創紀錄 齁 所以 這裡面 你就可以看 一個有眼尖的國家 透過電力市場自由化 他可以是再生能力 快速成長 那麼 廢核呢 也就成為客人 齁 齁 那麼 他們認為說 好 他可以去發展他們的技術 去提升產業的這一個競爭力 他不怕 說 因為這個廢核 那麼 他們就 呃 這一個經濟發展就受到影響 齁 所以我說 這個其實是可以做為我們很好的進行 齁 那 那麼 我們台灣 如果要 這個電力市場要自由化 到底該怎麼做 齁 那我們 很簡單 如果學一下德國 基本上就是把蘇配電系統 跟發電受電力分離 一定要打破 一家綜合電力 壟斷 這個特權的這個 這個獨佔的這個情形 齁 那麼 蘇配系統 當然這個是 會有這個所謂這個 自然獨佔的情形 所以 你可以 保留 但是 一定要有一個 獨立管理蘇配電容的這個機關 來管理 蘇配電系統經濟者 而且這個還包括 他應該去制定 像 英國 他們有一個管制單位 他們有一個管制單位 他會去 去這個 精算 他的這個成本 所以去 去管制 這個 代出的 那個費力 這個東西呢 就是要有這樣一個獨立的這個機構 來做 那麼 另外 應該要分割台電的這個發電系統 把這個核能系統 跟其他的這個發電系統把它分割 那麼 另外就是 明年電廠呢 這個時候 就 直接可以賣電給這個 用電者 你就 不要再透過 這個 台電 一定要賣 電給台電才可以 那麼 消費者呢 應該讓他有 這個 自由選擴的這個權利 那 另外就 成立一個獨立 電力調柱中心 或者這個 電力交易所 這裡面的發布啊 他有一些這個電力道調柱 維持這個 電力的 供電的 穩定的 這個問題 那麼其他的這個配套啊 早上我也提到 這個 智慧電網 電錶的這個介質 那麼你現在 這個 輸電 輸配系統 跟這個 發電系統分離了以後 那 輸電系統呢 其實他就應該要 這個 國營的 這一家 就應該要負責啊 去建構全台的這個 智慧電網 電錶 然後你就可以 去推動這個 需求面 這個負債 把你向這個 時間變下 那 另外的這個配套呢 當然就是在 能源稅制方面 能源稅制啊 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部分啊 我想 這一個 剛剛田委員的 這一個 報告裡面 我們 之前在立法院裡面 所提到的 事實上 都已經 有列出來 這 不只是 那個 稅率 怎麼 增縮 那到底用在哪裡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這一部分啊 我想 時間的 這一個 關係呢 我 稍微提一下 就是說 這幾個原則 要 要把握自 效能源稅 當時提出的就是 稅收中性 那麼 重量課程 就是 以涵灘量 來 這個 課程 那當然要漸進 這個 另外避免 這個重複課程 要把原來 這個 油氣類的 這個貨物稅啊 跟那個 汽車燃料指標費 呢 要定入到這裡面 不要 讓他這個 重複 這個 課程 那麼 文簡法 我們也提到過 最主要就是 你要總量管制 必須要 奠定這個 減量基礎 以及 這個目標 然後要配合 這個 看排放交易前 制度的 這個 落實 那 我想 時間的 這一個關係 最後 我只能夠 這麼說 其實 這個 東西 跟我們 早上提到 就是 再生能源 或者這個 飛鴻家園 能不能做得到 那個關鍵 是在於 政府的態度 與 決心 跟 毅力 態度 決定 高度 高度 決定 如果 這個態度 這個 沒有 那個 決心 去做 那麼 再多的 這一個 政策 都沒有用 那主要有 決心 這裡面當然 你會碰到 很多困難 但是 都可以 去解決 以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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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三立島 跟蘇聯的 製作品 都是兩個 現在 我們歡迎 左俊德老師 他是我們 台灣經濟研究院的 一所所長 兼教授 周期的 謝謝 謝謝 主席 兩位 毛教授 各位 歇進的 決心 我想 兩位 教授 對於台灣 電力 自由化 非欺 是非常非常地欺取 我想 我的意見 在這個 報告裡面 當然都有 基本上 看法是自然的 人緣 這個是一個複雜的 人緣 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但是 我們要 比較務實地 來看這個事情的反應 我先舉個例子 因為剛剛 前一場 有談到這個 風力發力 還有這個地震 這個是台灣 少數 具有自然資源 能夠掌握的地方 先談這個風力 好 這個風力發力 我們剛才那個 許多士 把我們過去的這個 這個風力 這個 這個 公力的這個 歷史 解析得非常清楚 我們 現在 目前 政府做 風力發力 的主要的目標 是 離岸風力發力 到2030年 做三機構 那剛才我們王委員提到 最少有五機構 這個 許教授提到 最少有九個機構 各位看一下 2030年 今年是2015年 我們幹什麼要這樣做 估計是什麼 估計好像是說 要培養 國內 離岸風力的產業 做這個離岸風力發力 第一個 做大型風機 第二個 要有海上施工能力 第三個 要施工船隊 請問 我們現在 有沒有這麼 這麼大的本事 做這件事情 我跟各位報告 現在我們切得沒有 那麼 以往呢 都於認為 人力勝天 許教授 我剛才已經 奴練 從兩千年開始 這 從 陸上風變要做 做到現在 裝了三百多隻 全部都出 國外進口 現在要做 海上風力發力 是比陸上風力更困難 好 定到2013年 那我是跟各位報告 全世界十大風力製造商 這個 不管是前段班的 這個 德國的這個 西門子 或者是中段班的 這個什麼 西班牙的卡梅沙 到這個後段班的 中國一系列的這些公司 我們台灣是從零開始 要務實一點 如果 沒有什麼產業發展機會 我們做產業的一組建 那就做這個就好 不要再做這個迷信了 做這種系統的產業 如果是不要迷信的話 這個事情 就大有可為 什麼事不可為 2013年 今天2015年 現在就開始做 做第二公立 五年就做完了 五年多少開發 用國外的風機 跟國外的風機 還故意的合作 我們能夠做 做螺絲螺帽 做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塔架 總共能做 就好了 你不要衝到尾 衝到自己做 這種事 不可能的事情 何必要浪費力氣 陸上風機 用採通的經驗 花了這個幾十億 也沒有去做檢討 這種產業沒有起來 海上風電 還要再走這一套 一定是失敗 那麼如果這個 大家可以提升的話 2030年 可以大幅提前十年 那2020年 如果是可以做更多的話 三幾套瓦 五幾套瓦 九幾套瓦 我們還要核電幹什麼 還 我們還怕什麼 這個核電的這個 核一核二到七 收掉啊 這個 海上光臨馬電 2020年一開始馬電 對 認清楚事實 有多少本事做多少事 另外一個 我們剛才高教授提到 這個 地熱 我們是有潛能的 這個大家都知道 剛剛陳教授有提到 地熱的潛能 是九個核電廠的這種 這種capacity 只是說我們現在沒有能力做 沒有能力做 你知道嗎 來到一條橋不靠自己做嗎 也不可能啦 對不對 那個部分 就跟國外合作啊 開發國內的這個 低熱的潛能 低熱發電廠 運轉的這個 容量這個因子 比核電還要高啊 剛剛陳教授講 是九成多 核電才八成多啊 對不對 務實一點 我覺得 務實的話 能夠把 這土地的這個目標 大幅提前 哪有什麼 還需要靠核電來做 公立的問題 馬上就可以做了 另外 我要特別要呼籲一下 因為馬上開這個 全國人的運輸 我們也沒有被邀請 我自己負責 小基督店的這個協會 我是小基督店協會的這個議事 這個議事長 我也負責這個深職的議員 也負責來到電池 還負責這位電話 其實 沒有要請 假設說 你真的講的話 人家不願意聽 但是啊 還希望各位 有願意聽 有願意幫助一下 剛才講 玻璃發言的時候 小型工店 現在 很可憐啊 廠商 廠商很少 但是呢 我們很爭氣啊 我們現在是全世界 第四大 現在是將近第三大 小型工店的供應國啊 我們現在94%是外銷啊 我們也沒靠政府補助 政府都補助在大風機啊 小風機的出口 也沒有 大家能資金更深了 你幫忙一點 小型工店 我們仔細算過 各位現在到澎湖 你們知道現在澎湖 風力多大 平均七到九十幾 再都站不住 小型工店在那邊做的話 我們跟台電幫他算過 台電每裝一隻小型 一千瓦的國機 可以勝他一夜的順勢 因為他如果他回損吧 他在澎湖在離島 每度電要 一度電要十幾塊 我們跟他算過 他每裝一隻 可以節省他的一夜虧損 兩三萬塊 他為什麼不中 就像剛才 我們兩位玩家說提的 電力沒辦法自由化 他一家獨斷 他就說 他在離島 平平的古天 所以這個電價 就不能往下點 所以這個一定要把成分解工 要講得很清楚 我們是 國內的產業 中小企業為主 是有潛力的 我要包含這些 有潛力的廠商 不要再理性 這個 什麼都要自己來 那個是 到最後是一事無成 大型工具 就是這種產工的例子 路上寫 所以我們也不需要 那種高 要說要花兩百萬 去做這一百億的 這種投資 所以有些事 也不切實際 我們要請政府 比較好的對話 做一百億就是要 真正要做 這個以上的提前請見 給大家參考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左俊德主任 接著我們請 一單人 曾仁珍 且立委 謝謝 記得 9年前 2006年 田委員 王祖八委員 還有我 還有17個委員 提案 就是能力稅條例 然後呢 這個 然後有130幾個委員 來 演出 然後 經濟永續發展會議 產官學 全台灣人全部到 全體一致突破 沒有什麼意義 當時我們很樂觀 我們大概 這樣大概 過得了 結果 後來還是沒過 所以我也下來了 接著呢 田委員 在即在立 他也提出了 2018年 提出的能力學條例 那時候 國民黨也提出他們版本 對 好像又做了 明年有版本 國民黨有版本 應該過了 對 對 對 開 這個 還開個富士改革委員會 好像 全體一致又通過了 哎呀 到時候又沒了 如果 回想一下 如果2006年 那時候通過了吧 現在 其餘點完全不一樣 我們現在那時候 至少我們電力 能源消耗 會壓 壓縮很多 反而 會 然後整個能源效率 提高很多 然後呢 我們財政會好很多 你知道 如果按照我們 當年提出的那個 條例的話 我們現在大概說 可以說兩千多一到三千億 的一年 的稅收 那相當於這個 這個 稅收費用呢 大概會提高 大概提高 到差不多四十塊左右 但是我們得到的福利呢 非常非常大的 那時候我們也也跟 大家很多很多 研究討論過 譬如說,一個結婚有家庭的年輕的夫婦又有小孩 他的托兒、幼稚園、客戶的全部公家可以出 然後我們交通大眾的時候可以有個補助 然後各種的所得稅、所得稅都會降低 所以整個稅跡會變大,稅跡會變低,然後福利會變高 所以整個情況是不一樣的 因為大家生活很苦,財政困難 國家失敗時,財政失敗開始 我們現在財政非常非常糟糕 所以什麼時候都沒辦法動 我們推所有能源的一些政策 現在是不行的 現在是變成,這個結果變成局部違建 好,現在時間不多了 各位剛剛講那麼久 我比較興奮的是,剛剛王清明老師 王土曼老師 把我想講的話,大部分都講完了 簡單不重一些 按照化碳的含量 從工業革命以前,直到現在,一直充很高 然後這個,大洋化碳的工業反含量呢 直到201年已經快390 現在有些地方已經超過400 往450走 很多人認為,現在的海岸超過450的話 這變成一個,海南很難處理的環境 大危機,可能無法扳轉的大危機 所以我們面臨的這個愛用化碳減量 是絕對是非常非常急迫的一件事情 那一個國家的減量 這次減量的減量 政府命令的管制 政府命令說,我騎車一公升 一定跑多少多公里才允許賣 你騎了多少多小公里才允許賣 這是一種方式 然後政府補貼 比如說你用電動車,政府補貼有多少 你也可以減一減少 然後呢,排量 然後,總量的需求與交易 看交易也是有方向 那能源稅也是有方向 事實上呢,每一種都可以減量 但是,最有效的方法還是能源稅 這次已經經過很多學理上的討論過了 中華經濟研究 過去九年也做了很多很多研究 而且最重要的是 全世界經濟學家 不管是哪一派的經濟學家 都同意點就是 能源稅是解決 開放最有效的工具 這幾乎沒有意外 如果來台北請諾貝爾經濟獎 很多都問過 他每個都沒有一個反對 美國主要的 美國主要的 民主黨、共和黨的 經濟政策的制定者 他都支持能源稅 像你的共和黨是非常感激加稅的 跟羅勇女他 他的經濟顧問 共和黨政府或者經濟顧問 是很有名的經濟學家 Greg Mankiew 他寫教授是那個 他就是主張 要開科科能源稅的 這個 共和黨以前都不會這樣做 表示整個 學期來說 都已經達到一個 一致的結論了 今天所人的意義的 這個 大家剛剛講過了 為什麼要第一能源稅 剛剛兩位王教授 都已經講過了 能源稅主要內容只是 一倍 其實大家連個成本差不多 連個成本差不多 價格差別差別就是 稅率的問題 他們加很多稅上去 就使他們能源的效益 高出挺多 這個稅質改革 避免 除了一個大便 電力洞 譬如說日本 他們把 音樂稅從5% 一起來調到8% 對他們國際 衝擊費非常大 如果每年只 挑一年5%低的話 不三年的話 他們就不會 很辛苦 好 我想 這片段純粹是 剛剛講過 不必再提了 這片段純粹是 或者管閨知識原因 就是 大家覺得 如果開支能源稅的話 我從政府來得到好處 越超越多付出 國民付出 也期待政府的 募招所值 人家說 沒有免費的午餐 市場有免費午餐 那就有能源稅 因為有能源稅之後 你交一點點稅上去 肯定從政府得到服務 遠遠超過你的負擔 譬如說 你一個月 我過去一個月 一個家人多出一千塊的負擔 他從這裡得到服務呢 遠遠超過 譬如你小孩 托育幼兒園 小客戶輔導 都免費的話 一個家人每個月 省了好幾萬的費用下來 這才是很受歡迎的政策 大家貴吧 這幾個 剛剛 也講過了 其實很多 國民黨 民進黨 經濟黨 都支持的 看政府有沒有破裂 要不要做 再講一下 國際間的那個減探 現在都推 不管就是 come and trade 都很困難 所以比較有可能的話 就是 國際的 國際性 全球性的能源稅 因為你 做come and trade 你設計 國際 國與國之間的財務轉換 對 政治 會很多 如果 大家監督的那些 每個國家都要求他們 科能源稅 大家監督過才 一定沒有科能源稅 拿到稅金 是他們國際自己 決定怎麼用 不需要交給國外 這些 比較容易達成 所以 我認為 最有恐怕 我會往這條 方向走 過去 全球總量的區域 交易中 很難達成 就是這個原因 中第一 都開發國家 跟離開國家 他們的地上不是完全不一致的 有餐缺的話 各國交流的基礎人 不需要付點 比國外 美國政府 各國政府 可以決定我這些錢 要怎麼用 好 這次的證證表 就是說 有個 進口能力占 DEP的百分比 你看到最後 本領利的死亡人生 會占12% 以上 是 是DEP比重 就是 100塊錢 12塊錢 交易成為國家 韓國的話 平衡少很多 那德國更少 所以我們在韓國的競爭力呢 長久以來就是 有很多原因 能源税 只是個 能源價格 能源效益 是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 我們要付 比韓國還要多的錢 給成為國家 因為韓國的人 他們能源效益 並很好 德國更好 我們在德國的 值得到2% 2% 3%的GDP 是付給整個國家 但我們也付完一十幾 就不在競爭力 真的就下降很多 總而言之呢 能源税 提供國家競爭力 改成國家財政 提供國民福利 然後達到我們 能力自主啊 新能力開發等等 有很多很多好處 今天報告這裡 謝謝各位 抱歉 抱歉 這個 現在時間是6時20 我就用前衣 念高如北的話 有沒有人 沒有說話 睡不著 我想明天早上 我們明天早上 來 有人叫 來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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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這樣子 愛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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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 家提寧 然後還是一樣就是會有寶貸的問題 因為他們可能沒辦法 就是不想直接或者是 或者是講到 我剛剛談的會比較多是 卻不是在那個明明化的部分 剛剛那個金明修的提到 你如果是大家擔心的就是說明明化變成財團化 那個問題會更大 對不對 但是如果照我們這個明明那個自由化這樣規劃 我們那個基本上是把蘇配電出來 蘇配電那個因為是自然獨佔的這個特性 但是那一部分就要有一個獨立的管制機構來管制 包括他那個代書的這個貴率的那個東西就是要受到的 那麼至於把台電那個核冷 之所以要把它切開 這裡面是可以避免他這個焦騰 他現在講那個核冷很便宜是因為他用會計成本 然後還沒有廚藝 那他那個廚藝的那個貨端組別的那個威力都是偏低的 所以你看國際上在在估計核電廠不是最貴的 但是他告訴你只有幾毛錢嘛 他就是運運拿那個東西來發電 但是這裡面就是說因為他已經運轉超過25年 其實他的安全風險是非常高的 那那一些通通是大家要承擔的 那問題就是他那一部分也會面臨這一個將來除異的問題 所以本來那一部分就是應該這個台電要負責的 那至於其他的火力發電這一些 就是你切割了以後 也許你就會說變成了好幾個小台電嘛 可能是這樣 那當然如果我們站在經濟學講效力的這個立場 明明是比較有效力 那如果他要把這一些火力電廠釋放出去 當然也可以 但是問題就是說會不會是造成所謂財團化 其實你可以看這個跟那個那個有限電視不一樣 有限電視我們有幾個這個地區的這個壟斷 獨佔變成四個區域 那個才是會有那樣的問題 那電廠你這個這個到處都可以設電廠 你電廠那麼多了以後 你說這個包括現在明明已經有幾家在那裡了 對不對 然後你如果這個開放大家可以自由購售電的話 那有的他起來 那如果是那樣子的情形 你就不會說因為他釋放出來去圖利財團嘛 最主要的問題是在那邊就是說你明明化以後 有一些他會變成財團化 這是看你怎麼樣去明明化的問題啊 但是那一部分其實我們認為那一部分不是那麼重要嘛 重要的是你要把這個自由化這一套規劃好 那如果說從效應的觀點認為明明化效應比較好 那查那一部分如果可以釋放出來那也可以啊 但是因為整個市場已經自由競爭了以後 你就怕那少是比較會所謂財團化吧 至少現在已經九強 然後我們這一個小型分散的這個電廠出來 對不對 包括再出點這些東西出來 那你就不必安心說那樣的這一個財團化的這一個問題啦 OK 市長 難得機會也有請教 因為常常有補貼的問題 所以是不是我們可以先 如果抓出一些不當的不貼和不公平的 或是不當的是說議論 第二個 我們現在談明明化 不然談這個環境稅 那可以用來處理那個環境或是一些外部性問題 請教 好 我們談這個這個利稅 基本上就是要把那些外部成本把它那樣突發 這個這個我網上就有 剛剛也講的很清楚我提到 然後我們這個這個 產率在基本上也就是 希望配合這個 自由化來推動 因為那樣就是可以讓 再生能源 比以比較公平的基礎 然後早上我在這個 那個能源政策裡面提到就是 在公平的部分那一部分 其實我們也強調 應該對於傳統的這一些高耗能產類 這個所謂能源密集產類的一些補助 優惠應該要取消 在那一部分 那個東西就是 像這一個水電的優惠等等 就是都應該要取消 那你這樣才能夠讓 這一些這個再生能源 利益比較公平的 這一個 競爭的這個地位 好 對不起 我非常感謝大家 這個 沒有人覺得肚子餓 沒有人就是 探討他的任務的人問題 不過又明天還有半天 那我們是不是就最後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人 好 最後兩個問題 好 謝謝 不好意思 那個我印象中 那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在90年代 大概三個世紀 90年代後期 開始提出來的時候 那沒多久 當然前面的幾屆 大概都不成功了 但是我們先發現說 台電壟斷 那個從發電 蘇配電液到受電 全部壟斷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是沒有用的 所以那時候 大概在2000年前後 環保聯盟就跟立法院 不斷遊說說要修電液法 一開始說一定是要發電液 跟蘇配電液一定要切掉 那當然 那時候沒有想到受電很重要 因為那個受電液也要切掉 否則會有中加的那個問題出來 那可是我們那時候推的半天就是 就是不會過 那到現在的14點就過去了 所以我只是覺得很重要的是說 電液法這個一定很重要 我認為一定要優先 第一個要做 或者其他的可能都做虛工 綠色電架那都是假的 所以一定要把發電液 發售電液跟蘇配電液 一定要盡快切掉 那制度可以慢慢修 那如果最擔心他採訪的話 就是把蘇配電液的那個上架 就那部分簽我演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 這個應該是最重要 因為如果沒有這部其他的 對於那種 對在生人員的福祉 因為只要所有都要送到電碗 他連上架就是要併年都沒機會的話 或受到刁難的話 可能都我們所有的福祉 可能都沒有辦法達成 那這是我的一個感覺 那也是下降 希望說王多娃老師也能夠 可憐一下 謝謝 各位好 我是日少同生 林鄭林森 然後我在那個 桌面會老師 在喜歡一集結識 我出場的時候 我曾經在喜歡一集結識 老師 然後 然後 我跟桌老師 做了幾年的那個 生死才過 我就三次了 所以 所以 曾經有很好的機會 在另外一半 過去的也跟 中油的關係 所以這個 那個生死還沒辦法 所以這些廠商 才能夠過錢 能不能流到的關係 那現在我們做 看 我們提示通報的 其實就是那個 跟中油的幾年 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一樣的在一起 那今天帶來 所以我實際上一路停下來 我今天帶來三個 完全跟今天會議 算是反過的一個問題 一個是 一個是 一個是因為我覺得 我們收到 有一些開業的關係 說我們之前思考的東西 還是有大 而整個小的那個 大的問題 但是未來的自由 更多是小的 它根本沒有 那個書可以送 更多的問題 你在家裡裝入 一個載具 就是自己可以把你 所以沒有那個分配的問題 當然 這可能是兩個 第二個部分是 那個 因為某個委員 就是我們跟 印尼這邊 有一些接觸 那印尼在過去 就有一次開發 一個台灣 都像有些常常到大陸去 我到越南去 這個大陸去 所以 他們 嗯 畢竟台灣可能是一個 一個 完全是一個電力公司 或者是一個 很多的電力公司 中國也有很多的電力公司 但印尼因為太多的島 所以它有很多地方 是沒有電的 所以他們非常關於 台灣的風能 太陽能 因為所有的能源能夠 過去 但他們透過聯合國的協助 還有他們要主持 就是一個所謂的 國際的 聯合國的 海洋國家的一個組織 所以 在台灣有些事情 做完的時候 他很希望台灣的 常常能夠過去 然後最近正在安排 他們三次在的 省份的 省長 或者是幾個 大陸城市 市場 回到台灣來看 自由主持人 然後如果有可能 他很快 我們到那裡去設電力公司 所以說 我們受制於 現行的法規的這部分 到另外一個 連法規都不存在 你幫他去設電力公司 他設定一件事情 他沒有任何的法規 他設定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 一度店的時候 四塊 三毛錢的 彈幣 然後呢 業主留下三塊 然後八毛錢 交給正 你知道 這個 你能夠做到三塊 我一下就是 或你做不到的就是 你的競爭 其他做的板票都沒了 好 是這樣子 我們 談這個 自由化 然後 剛剛提到說 去 裝這些 支揮型電容 電表 那個東西 就是 有利於小型的 自由化電 這些都可以設 我們就是 希望說 打破過去 大型的 集中 壟斷的 這種 電力系統 所以 所以 在哪樣的前提之下 就是 你一定要 自由化以後 那 這些 效型的 這一個化電 才能夠起來 基本上 就在這邊 剛剛明天講的 那個東西 其實 我剛剛的 這個報告提的 他跟 民進黨版的 這個不同 在哪裡 民進黨版的 還允許 縱合電類 地區性的 縱合電類 那裡面就是說 配電 跟 那個發電 那個 那 我 剛剛所提的 就是 要打破 這個 這個 你現在 不要讓說 一家獨佔 統斷 變成 四家獨佔 那個寡佔 沒有意義 OK 所以 我才說 整個 輸配 系統 這個輸配 是讓它 這個國營的 那個 因為自然獨佔 而且你如果要 這一個 建設 這一個 所謂 智慧型電網 跟電量 那個 配電系統 都都是要智慧化 這樣那個標準 國際上現在也在採 那個標準 這樣才好 那你如果說 讓這個 允許 這個區域性的 那個 綜合電內 那這樣 我們 這個改革是 沒有 所以 在這樣的 這個前提下 那 你只有 這個 蘇貝系統 這邊做到 管理 那其他 這個 自由 這個買賣 這個都 都沒有問題 像 像 這方面的 這個 我想 新明兄 有很多這個研究 你雙邊的去AA 或者 透過那個交易市場 這個都可以去 所以 我們很重要的 就是要建立那個 交易市場 你就像現在 股票市場 那你都可以 都機制的 都可以 是 那樣 對 好 謝謝大家 我剛剛講的那個部分 是他們一開始 先開放兩百萬 好 謝謝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不論是 大家這樣 反正怎麼吃下去 就是 大家聽到這個問題 就罵 你知道 不過真的是 但是想到這種 這個 我從 百六斤之後 為了反對 那個全東南洋 最大的 火力發力行社 在我們的書 一路趕到現在 然後開始去反 又反核 又反這個 那個 又反核 又反核 一火力發力很差 然後就覺得 最後 你知道一定要有 提待能源 節能 一定要來 這個是逃避不了 我們自己的國獎 自己救 我們自己的能源 自己想辦法 那 跟大家報告 就是我們面對台電 這個 外聖電力功夫 我們是 我們只好面對 我們也不繞路 繞路過去 那我最後 最後的讓步 就是有一次跟台電工會的一個幹部講說 那個 蘇長網分離 或是 那個蘇配長網分離之後呢 都是公營的 都是公營的 他說好 這他們至少還可以接受 那如果這樣 都是解決 不會被民營化 裁判化的問題 因為我後來就跟民進黨的立委講說 不要再去講民營化 因為這樣的話 連支持反核的勞動團體都會反對我們 所以 以上的大家報告 讓我們 一起努力 我們沒有悲觀的權力 更沒有放棄的權力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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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件事你們大家提供一下 就是 希望大家明天 又帶也可以參加我們 明天早上的 來 會議 第二個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說 明天那個 柯市長 他會 例如這一台 他的一些 裡面 那 他大概都排 他排的是排十分鐘 那 明天還有 明天還有上午討論 大家 歡迎大家來討論 今天如果說 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 兩十人肉一瓶 那個救食 也拖二百九了 哈哈